《法定先锋5》 今次我认识了如星柏的人 他是个法定科的老头 跟以前有点不同 因为如星柏是一个怪人 又很困难 又不太好 可以用一个疯狂的科学家 认识他 只是有几个人 是可以駕馭他, 可以進入他的世界 一個是佩星, 蔡婕營, 師傅那個角色 余Sir 余Sir 這次謝謝你 只是做自己的事, 別再說 剛才說Ben那個角色, 鄭Sir 也跟我是對立的, 跟他很不妥 我不會 最近經常失蹤 還以為要不要開電話號碼找你 可以發證報有程序安排工作 我不需要一定去現場 那你又管 跟Bosco有多點對手氣 因為我跟他的關係很接近 任何跟案發現場有關的地方 都值得我們花時間 所以師傅 經驗量不足而已 全部扣兩分 只有一個下 就是你對我有問題了 懷疑師傅行為非常惡劣, 扣二十分 我不想令他失望 他每樣事情都要做到一百二十分 Tony, 拍攝現場環境 留意有些位置可能不夠光 Kevin、Kate, 你們負責其他房間 我和Paris負責客車 說我已經升職了 師傅給了很多信心 讓我帶隊去案發現場查案 所以上一輯已經升級了 多了責任 這一輯暫停是非常難言的 今次有可接替他的工作 多指教 謝謝你 在法政師傅五中 是一個高級化驗師 我們所有的準備事都做得很好 就算開設驗室的時候 我們都特意有一課去教我們怎樣用儀器 有時候我們抽血這些都可能不是做慣 都可能要用很多錢 甚至很簡單戴手套 可能很多時候都要做好幾次 跟以前的法政師傅系列的風格不一樣 以前的法輪園很型地走出來 雖然我們現在都贏了 不過會多了很多比較搞笑一點點 或者很有趣的情節在裡面 去創作的過程是最難說的 我想一些, 我想一些 你可以這樣, 我又可以這樣 我記得我第一次去拍這些現場的時候 我去到這裡, 這麼厲害 我早上以為是在拍攝 他說不, 這場場真的踏出來 我是燒過的 我說, 你好東西 也很逼真 而且我很喜歡他們踏法政辦公室的景 雖然一個普通辦公室 但玩很多東西 例如電動門也玩一下 沒有化玻璃 就是這麼多緝意 我們有一個小小的轉變 看看會不會你們發掘到 另一面的法政先鋒